伊利米埃哥第二章 主在烈怒中 怎么竟然使黑云遮盖西安的居民 他把以色列的荣美 从天上抛到地上 他在发怒的日子 竟不纪念自己的脚凳 主吞灭了雅各所有住处 毫不顾惜 他在愤怒中 把犹大居民的坚固城拆毁 他使国家和国中众领袖 都倒在地上受尽羞辱 他在烈怒中 砍断以色列所有的脚 他从仇敌面前 收回自己的右手 他像吞灭四周物件的火焰 在雅各中间焚烧 他像仇敌拉弓 他的右手已经预备好 他像敌人 把一切阅人眼目的都杀灭了 他如火的愤怒 倒在西安居民的帐篷上 主好像成了仇敌 他脱灭了以色列和他所有的宫殿 毁坏了他的坚固城 他在犹大居民的中间 增添了悲哀和哭嚎 他把自己的住所破坏 好像园子一样 他毁坏了属他的聚会之处 耶和华使节旗和安息日 都在西安被忘记 他在他的圣怒中 弃绝了君王和祭司 主丢弃了自己的祭坛 咽弃了自己的圣所 他把宫殿的围墙 交付在仇敌的手里 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宣扰 好像庆祝节日一样 耶和华定义要拆毁 西安居民的城墙 他拉了准绳 绝不停手 勿要把他吞灭 他是堡垒和城墙都悲哀 一同受痛苦 西安的众城门 已经陷入地里 耶和华把西安的门栓 都毁坏折断了 西安的君王和领袖 都身在列国中 西安再没有律法了 他的众先知 也得不到从耶和华 而来的异象 西安居民的长老 都坐在地上 默默无声 他们把尘灰撒在头上 腰树马步 耶路撒冷的处女 都垂头至地 我的眼睛因流泪而失明 我的心肠激动 我的肝胆倾倒在地 都因我的子民遭毁灭 孩童和婴儿 在城里的街上昏倒 他们像被刺伤的人 昏倒在城里街上的时候 他们在母亲的怀里 快要丧命的时候 他们就问母亲 五谷 和酒在哪里呢 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我怎样向你说明呢 用什么与你比较呢 西安的居民啊 我们用什么跟你相比 好安慰你呢 你的裂口像海那样大 谁能医治你呢 你的假先知 为了你所见的异象 尽是虚晃和愚昧 他们没有显露你的罪孽 使你的命运得以挽回 他们为你所得的末世 全是虚晃 是引人走错路的 所有过路的人 都拍掌嘲笑你 他们吃笑耶路撒冷的居民 并摇头说 被人称为最完美 为全地所喜悦的 就是这城吗 你所有的仇敌 都张开口攻击你 他们吃笑你 又咬牙切齿说 我们吐灭他了 这真是我们期待的日子 我们等到了 亲眼看见了 耶和华做成了 他定义去做的 成就了他的话 就是他昔日所宣告的 他把你拆毁 并不联习 他是仇敌因胜过你而高兴 他高举你敌人的脚 西安居民的城墙啊 你要一心向主哀求 愿你的眼泪像江河般涌流 昼夜不息 愿你得不着歇息 愿你眼中的同仁不能休息 夜里每到交更的时分 你要起来呼喊 在主面前 你要清心如水 你的孩童在各街头上 因饥饿而昏倒 你要为他们的性命 向主举手祷告 耶和华 求你观看 求你见察 你曾这样对待过谁呢 难道妇人应该吃掉 自己所生的 就是自己所抚养的婴孩吗 难道祭司和先知 应该在主的圣所里 被杀害吗 少年人和老年人 都在街上倒卧在地死了 我的年轻男女 都倒闭于刀下 在你愤怒的日子 你杀了他们 你屠杀了他们 毫不怜惜 你从思维招聚惊吓我的 好像招聚人过节的日子一样 在耶和华愤怒的日子 没有人可以逃脱 可以生存 我所抚育 所养大的 我的仇敌都灭尽了